别人家的四家都已经开花了 而我家的四家居然不生长 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就是姜苗 打破姜苗其实方法很简单 大家好 我是佛山花花匠 有朋友说我家里养的花都长得不怎么好 您试一下楼顶天天温度40度 楼板的温度天天50度 您试一下这样子养花能好到哪里去 其实养花经常会出现各种的问题 比如这一盆四家 这一盆四家自从被我搬到楼顶之后 就停止了生长 事实上之前放在四楼还好一点 但没办法四楼不让养 所以只能搬到楼顶 但楼顶的温度太高了 所以这盆四家一下子就僵苗了 不生长 甚至叶片上面还出现了很多的细菌问题 这叶片上面 基本上每片叶子上面都有这种情况 那为什么植物上面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除了细菌的问题之外 更多是我们的植物的抵抗力变弱了 所以江苗的植物 基本上都会出现抵抗力不足的情况 就是抗力性不足的情况 所以很容易产生各种的问题 比如细菌的问题 还有虫子咬的问题 这些都会有的 但是慢慢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退移 它江苗的时间越来越长 甚至会出现一叶枯萎的情况 事实上我这棵市家本来并不是很弱 这一盆是去年12月买回来 长到现在有8个月的时间 老实话盆栽种植我觉得它长得真的算慢了 但是没办法 楼顶的环境真的不适合 不是那么容易去养好一盆果树 那么面对这个江苗怎么办 其实处理起来还没那么复杂 有朋友可能会想要不要打点药 打药肯定可以 但是打药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其实是 拿起一把剪刀去减少它的营养损耗 很多朋友遇到这植物不生长 总是想着第一时间 想着去怎么去打些什么药 或者是网上去买些什么药 事实上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减少它的营养损耗 比如把这些叶子统统摘掉 当然了不是把所有的叶子都摘掉 留下一两片长在那里 证明它活着就可以了 把整个的树干给露出来 你看我这条字条 现在就剩下上面两片叶子了 下面的叶子统统摘掉 这一条字条也是如此 其实处理植物江苗 最好的一个处理方法 就是把叶子给打掉 而且最好把顶端也打掉 我这个赤架前段时间已经把顶端打掉了 所以今天只需要把叶子打掉就可以了 那把这个叶子打掉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这些叶子已经老化了 它产生不了多少光合作用 甚至上面还有很多细菌问题 虫子的问题 像这样的类型的叶子 好处是远远少于坏处的 所以把它打掉之后 可以减少营养的损耗 第二个就是让营养回流 毕竟我们的根系在不断的吸收营养上来 被这个叶子给损耗 当我们的上面的叶子少了之后 根系吸收的营养就不需要浪费那么多 大部分的营养会留在树干上面 留在根上面 留在枝条上面 这样子能让根系短暂的休息 第三个 就是根系休息了之后 它就会重新来过 重新吸收营养 由于上面的叶子不足 下面的根系很旺 所以就可以形成一个短暂的高压 根系吸收太快 损耗太慢 所以您会发现 您家的植物可能一个晚上之后 迅速的冒出新芽 尤其是最近温度比较高 植物其实根系比较活跃 所以这个时候把叶子打掉 您会发现很快 它又能重新生长 打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现在上面就剩下六片叶子了 那有朋友可能会问 要不要把它移到室内去呢 如果有条件移到室内也可以 但是如果您的植物 像我这棵根系比较旺盛 比较强壮的话 那么就没有必要了 直接把它放在太阳底下 当然了我这里 中午过后就没有阳光了 现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早上晒阳光比较多 下午两点以后 基本上没什么阳光 这样子它后面又能休息了 那么您会发现 它很快就会重新长叶子 甚至开垮结果 这一盆四家也是出现了 僵苗的情况 而我前两天 已经把它叶子全部打掉了 结果您猜出现了什么情况 就是把叶子打完之后 它新长出来的叶子上面 新长出来的枝条上面 居然已经开始开垮 而且还不止一朵花 好有好多的 我个人不知道您在家 僵苗的情况出现得多不多 而我在家我楼顶 现在唯一出现僵苗 应该就是四家了 现在种植的四盆四家 全部都出现短暂的僵苗情况 没办法 楼顶的温度太高 而我前段时间又把它们搬来搬去 毕竟这个泡沫箱其实很小 所以它的根系轻松的涨到外面去 每次搬动都会对根系形成伤害 所以这几盆四家 一段很长时间之内 都出现了僵苗不生长的情况 那么问题就来了 马上就到东果的时候了 四家从9月份 8月份就开始准备东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再不去把这个僵苗问题处理了 那么明年呢 我可能就颗粒无收了 所以为了让我实现四家自由 我是把所有的叶子给打掉 然后呢 我就发现效果真的很不错 即使不喷磷酸二氢钾 效果也不错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适当的往图里面 加点那个促进它 开花结果的肥料 当然料素的肥料也可以用 我一般情况呢 就是料素加磷酸二氢钾 加矿油恒物酸钾 形成了水溶液 直接灌一看 每七天到十天灌一次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氏阿花江 感谢大家 拜拜